0606提供两种方式抓取 第一种方式 早期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VBA 我是建议两种方式尽量也都知道一下 因为如果将来你要抓取网络资料的话 多一种工具的话 当然等于是多一种选项 也就如果有的时候 简单的东西 就用Excel VBA 爬一爬就算了 主要的功能 我上次有讲过了 主要其实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在Excel里面有个功能 叫资料从WAVE 从WAVE的时候上面可以给它网址 另外的话因为它抓的话一定是抓网 抓网页里面的table 所以它有一个物件叫querytable 就是帮你找什么 找这个网页里面的表格部分 也就重点是说 它只能抓表格 这是它的缺点 但是如果是表格对它来说就很恰当 那为什么只能抓表格 因为很简单 Excel里面本身就是表格嘛 你如果不是表格你抓起来你要放哪里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 它querytable 其实querytable有时候是表格的资料 就非常好用 因为大部分的网络你要抓的资料 其实就是表格啦 所以我觉得 导致还好 蛮多地方也可以用 如果你要抓单一页的话 用这就好了 但如果你像我们在大乐多有60页的话 那怎么办 一般习惯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步骤 利用开发人员把它录制聚集 录制完之后再来修改 也可以啊 因为你录制完就是下载一页嘛 那你再把那个 录制的那个 其实录制聚集 录下来的东西就是VBA的 那你就把那个VBA呢 不过那个VBA是 他帮你 帮你怎么 帮你 电脑 Excel自动帮你产生的 那你可以再做修改 也就是录制聚集之后再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重点 不是摆在那个VBA 我们摆在牌 所以我大概展示一下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试看 如何 使用我云端上面放的这程式 第一步的话如果你想试 那 我就直接把程式放在那个云端上 你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那贴至少你要有能力贴 不要连那个人家程式给你都不知道怎么贴 麻烦 OK 至少啦 VBA 不过我是建议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VBA的话 可能还是再找一个机会 彻底了解一下 这个工具我觉得跟Python之间可以结长补短 互相可以 就是 配合搭配应用 这还蛮不错的 那 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先点击 开发人员的VBA 如果你的开发人员没有出现的话 记得是在其他命令里面 常用 这个常用你可能如果等一下你没有看到 这个有开发人员这个可能要打勾 因为没有打勾的话 它是不会出现的 然后VBA点开按右键 直接按右键 在右 左边这个叫做专案总管里面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因为程式全部都要写在模组里面 那我们 就可以把 这个 云端上面的程式 直接看 先下载 先把它直接拿来run好了 那总共我分成几个段落 特别只有一个段落就一个sub 也就是说呢 它一个动作一个程式 就是一个sub sub就副程式的意思 那一定有个sub开头 一定有end sub结束 所以头跟尾 记得你只要知道头跟尾 那第一段的话 请你把批次大落后下载这个sub 把它Ctrl C 然后贴到这个 我们的程式里面 头跟尾 确定有 那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把1到60页 逐一逐一的下载下来 好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蛮快的 下载完之后的话 可是问题来了 它还是有一些东西不付我们要的 比如说什么 日期部分 日期 我应该是什么 这个它只有年 不对啊 我应该什么 要年月日都有 那年月日刚好在 它的下一个储存格 所以我可以把下一个储存格的这个资料 call到这边来 这样子 那怎么做 第2段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我如果说 第2部应该是先删除 日期列 那什么叫删除日期列 就是说我 第1列这边已经有栏会名称了 可是你往下卷动你会发现 在92列 那又多一个了 那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每一页每一页的开始呢 就会有一堆的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我要怎么样 把这东西全部删掉的话 那怎么做 难道你要一个一个呢 按右键 删除 然后再往下卷 右键删除 这样的话你要做59字 因为60页嘛 第1页不要删 那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其实 我是觉得像这个 你如果 不要用土法链钢的话呢 其实就用这个方法 删除日期列 那 做法一样 请各位一样 Ctrl C Sub到End Sub 然后做什么 一样把它贴到下面 那这个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把 多余的日期列全部删除 它会一直闪动 完了 OK 这样就全部删光光了 所以底下应该就没有日期了 OK了 有没有 所以 但这个动作在Python也可以做 我觉得有些东西 在那个VBA里面 我的处理其实起来还蛮简单的 OK 如果比Python的话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刚讲日期 因为那个日期部分 会有什么状况呢 就是这个地方只有年 它没有月日 所以我把它的下一个储存格 复制上来之后改变成 它的形态 所以这边我是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个资料 call到这边来 call的方法的话呢 其实呢 就也是云端上面那一段 所以把那个那一段 叫做复制日期的Sub 贴过来 然后复制日期 其实里面我在写什么 其实基本上也是一样 For I 等于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如果什么呢 I 减2 I 减2是 它现在预设是2 从2开始 mode其实是 Python 等同是百分比 就是求余数 就是 I 减2 mode 3 就是除以3之后的结果 是余数为0 为什么余数为0呢 为什么余数为0呢 其实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个啦 就是目前这个 因为这个 每一个每一个 都是三个跳一个 三个跳一个 那我减掉它之后 减掉2啦 就是它 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我就把它的下一个 下一个的这个资料 call到它这边 call的话就把后面东西call到前面 并且做一个格式化 我先这样讲有点抽象 我把它设一个中段点 或者我按那个F8好了 主行跑 因为其实我觉得VBA有个优点 它除错还蛮方便 按F8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 这个目前的这一列是不是 是不是答案为处呢 为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第二列 第二列减掉2 除以3的余数字 那当然要0 OK 是 那就把它的下一列的资料 下一列资料就是这个资料 把它call到我现在 把它盖过去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 它把这个资料 盖到这里面来 不过你会发现奇怪为什么是44054 实际上这个数字指的就是 在eSale里面 它的日期就是一个整数 那个整数怎么来的呢 就是跟1900年的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可是你想说 这样子看起来怪怪的怎么办 没关系 底下这一行就把它格式化 所以你可以再透过格式化把这边格式化成我要的那个格式 宽度不足 把它拉宽一点点 OK 你会发现 这就 把下面的20 20的8月11 call上来 底下都做一样的事情 全部做完了 再来 下一步做什么 下一步就是把多余的列 这两列 这两列 全部删光光 当然以前如果也这样 如果拿图法链刚来做的话 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们下两个就是删除 今天要删除多余列 OK删除多余列 然后我怎么样 把这个删除多余列 把它执行 其实也是一样 Delete 用什么Delete Rose 它有一个物件叫Rose 哪一列 它的那一列跟它的下一列 通通帮我把它删掉 所以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它就一直在闪动 这个闪动的话就是说 它只要你要它删除的位置 它就帮你全部删光光了 不过 删除有个缺点 就是效率相对比较差 因为它是一列一列一列的删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你列数比较多的话 那删会删比较久一些些 所以当然这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教 比如说你重新排序之后再来删 也是一个方法 只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大概知道一下删除列 好 现在已经全部删完了 那已经慢慢越来越接近我们要的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怎么样 把大乐透的这个号码 里面的六个号码要分割开来 那怎么分割呢 后面的话 我是先怎么样 先 增加所谓的中奖 号码 那什么叫中奖号码 就是 我要把它分开之前 因为我要先在哪边呢 先在这个上面栏位 先增加 号码 那号码的话呢 是for trade 1到6 丢到哪里呢 丢到 我是丢到第4 从这边拿 等于是我这边 就输入1 然后1到6 意思是这样 然后再把这边的资料 跑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个动作 然后我现在 把这边先复原一下 让它跑一下 让它这个 重奖 号码执行 1到6的 号码就出现了 再来的话呢 把这边的东西 跑到这边来 这边的号码 怎么跑到这边来 其实有几个方法 如果你不写那个 用 VBA的Sprits 其实有个资料里面 有个资料 剖析 资料剖析的话呢 它有一个分 按照它的分格 不知道 斗点 然后这边加一个斗点 然后你告诉它说呢 你要 扑到哪边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扑到这边来 所以你按完成 有没有发现 08 到47 就帮我扑过来 但是 刚刚的这动作也是用 人工的方式才能完成 所以如果你要一次完成 程式已经写好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底 底下这个 扑析资料 最后 再来就删除 先这样 扑的话你会发现 一样在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基本上 就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从头到尾 帮我扑 从第二列 的B栏的这个位置 帮我扑 扑的话其实主要是利用那个 VBA里面有一个 一样叫Sprits的一个 一个方法 OK 帮我扑 扑过来之后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 所以知青 有没有发现 直接就扑过来了 最后再把B栏删除 所以B栏删除的话 就在这一段 当然这个地方我是一段一段 以后的话 其实应该是要把它全部接在一起 P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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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做什么 做栏删自动调整 所以 B栏的话 要删除 你可以调用一个物件 叫Colens 哪一栏 B栏 DentDelete 后面的话 再加一个Colens.autofit 自动调栏宽 把它执行 这样的话 马上 就可以 看到最后结果 但是 上面的话 总共会有这么多段 往1 这个P字下载 2 3 4 5 6 7段 对不对 那以后当然你不可能说 一次慢慢按 要按7下 所以最后其实理论上 都会把它写成类似像这样子 一个组程式 其他的话都是副程式 那我怎么去呼叫他们呢 其实很简单 前面加一个Col的叙述就可以 我先Col 先铺叫那个P字下载 然后再删除日期列 再复制日期 删除列 再增加号码 然后 剖析最后删除 如果你要一次完成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全部集中 OK 再放到序子2好了 那这样的话我只要怎么样 直接按下这个7个 有没有放这边 执行 它等同就是把我刚刚的 7个动作 全部一次就完成了 OK 那当然要跑一下 那你会发现 跑的速度 我有试过用Python跑 不用那么久 但是VBA 比较久一点 我是觉得 它会 耗掉比较多时间 应该是在那个 删除 多于那个列的地方 所以如果 假如是不是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让那个 删除列效率增加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这么久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 再还给各位 特别说 当然细节 如果各位对程式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看 那主要你要了解 至少你要懂得怎么样 懂得贴 第1个 VIO BASIC 第2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的程式要怎么贴 记得 按右键 插入模组 就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因为我们主轴 不是放在VBA 所以我VBA大概就是减数一下 但至少 我建议各位就是说 不管是 你今天用哪一种 哪一种工具 但至少你要是会用的 最好这两个 工具 你都会用 然后 再针对比较恰当的 时间 需求 然后用 恰当的工具 有的时候 相对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OK 所以VBA部分的YH可以 试乱乱看 但是我们主要还是 后面 我是希望 希望用python 抓我要的那60页 那可是用python怎么抓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 差别很大 可是 要怎么抓 OK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完成刚刚的部分之后 请各位再思考看看 当然最大的差别是说 用VBA最重要是query table query tables 的这个物件 但是在 python里面要抓网络资料的话 主要是透过那个request 配合那个beautiful shop 去帮我抓 因为 在VBA里面没有beautiful shop 所以 就没办法 所以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那个 beautiful shop for VBA用的 如果有的话 其实大概是就太好了 那根本就 真的有时候 甚至 可以 不一定用到python OK 因为 有的时候其实还是在ecell上面 直接作业 有时候是比较直接的 以目前 有一些办公室人员来说 也是比较 方便的 OK 试试看 总共7段 最后再把它集结起来 变一个组程式 这些